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有 我师傅特别爱拍电影 特别喜欢 像个谍战片呗 来到哈尔滨 又探长又作家 我觉得是个谍战戏 又是100年前 估计是谍战 玩过剧本沙吗 我一次都没玩 我也没玩过 我都不知道这是不是啥意思 他现在特别火我去 你继续玩吗 不玩 哈尔滨都太小了 现在小孩特别爱玩 我在谍战挑战玩过一期 玩过那就算 角色扮演 对 但是都在角色里 不可能跳出来是吧 就是在角色里 你玩一玩你就跳不出来了 会急吗 就玩一玩就真急眼了又有可能吗 没有 不会是吧 但是他这个谍战有个问题 不可能有坏人吧 他肯定没有坏人 那谍战你竟然没有坏人 你当时对这个历史还是挺清楚的 看我也都是看电视剧看的 对电视剧里 过去这种题材很多 挺喜欢看这题材的片子 挺想看的 我爱看谍战的 悬崖之上 然后最早那个张家义那个 悬崖 对说的不也是这事 悬崖之上悬崖都是一个人物 悬崖 都是一个圆柱改编的 对 那有可能就是一个 都是悬崖 包括最早那个夜幕架的哈尔滨 现在说像就有一个问题 就是我以前我特别有自信 特别能知道自己的包围抖出去 是个什么样的效果 现在不准了 你就是又提高了 不准了 跟其实你有没有觉得就是 有时候是舞台实践机会 慢慢没有过去那么频繁了也有关系 确实跟以前天天演的时候不一样 对 对 而且在我一个年龄阅历增长以后 咱们对包裹幽默的理解 其实也有变化 原来伸一脚前一脚就觉得没关系 他特好那上了一期那个 您跟那个小孟那个挖了以后 我没有想到写的时候没想到是个什么样东西 就觉得胆子挺大 就是作品都放在一边 就是师傅我来说你的话 就是你站在边上的那个状态都非常好 节奏快的时代来的时候 节奏越来越快 大家以后对向的那种形式 也会有新的认识 对 以后可能就是五分钟三分钟的短向上 我就会越来越多 两分钟三分钟就下去了 比如说你看咱看短视频 十秒钟一说一电影 一分钟一说一电影 这种形式其实挺悔电影的 太悔了 悔节奏 对 电影它不是光为给你讲故事 它是一个综合的艺术体现 那现在大家是着急把这个剧情看完 对 你这就把这艺术都悔了 什么震撼都震撼不了了 它不是为了就把故事给你讲明白了 但这东西大家 所以节奏快 大家等不了 我这一天我就想看十部电影 怎么可能呢 那我只能看这个 你现在看电影它有倍速 对啊 什么2.0 3.0倍速 3.0倍速啥也听不清了 对对对 所以它给你总结出来 在旁边再结束 再紧说一下 所以你这样长此一往 它怎么还能有好本的 或者说优秀的人愿意去干电影 你哥那行话他说东西跑了 嗯 都跑了 但这就是社会的发展 实在对 你没法说 实在发展成这样 你以后就在这种快节奏的情况下 你再提炼艺术品以后 那就看现在人怎么再提炼 创作太难了 而且创作 这种生活呀 没生活哪来的创作 所以我说你看 时间长了 生活一固定化 加上年龄一大 生活有时候没有年轻时候那么丰富了 对 而且有时候 你还有那么敏锐的观察力 这也很重要 而且你还能接触那么多普通人跟普通事 对 这也很重要 很重要 对 好作品 好作品是活出来的 但是有时候不是写的 对 你得先知道怎么活着才能有好作品 当有人抄袭你的时候也快乐 对 就是说这样 他既然抄你 是不是你之前说过 他既然抄你 证明他承认他不如你 他如果抄你一辈子 他就承认他一辈子不如你 这就是一个选择的 这就是嘛 对嘛 没错 到最后能成的东西 永远是自担的 嗯 这是我的办公桌嘛 哪有的档案 哪有的档案 角色导案卡 作家 人物简介 你是一位海外留学的作家 今天才刚刚回到冰城 入住了龙门饭店 但你是一个闲不住的人 打算到南洋去探望朋友 可你并没有买到 前往海港的火车票 这让你滞留在了龙门饭店 好 我去海港 为什么要从冰城 抓火车 直接撕开是吧 直接撕开是吧 但事实上 我的本名叫 颜欣 是一名医生 毕业于大洋国立庆厂 国立庆厂大学 微生物学专业 自毕业后 在大洋国研究微生物多年 我的成绩不错 尤其在疫苗研制方面 颇有建树 然而 当我得知大洋国 对中化家发动了 微生物战后 我依然选择了回国 决心通过制造疫苗 为国效力 可是想回国并不容易 为了防止中化家得到疫苗 严下大洋国对微生物学的 从业人员严格管控 我只能假冒文学院 学习的比较文学同学 严景瑜的名义 通过国际组织的帮助 才得以返回槟城 我以刘洋作家 严景瑜的身份 入主了龙门饭店 名义上说 今天回到槟城 是要南下海港 为筹备下一本小说彩封 但无奈 买不到车票 而滞留在了龙门饭店 但实际上 我是要在这里的 国际上的组织接头 当天下午 我按计划 在酒店咖啡厅 阅读知名作家 借穿龙之界的竹林珠 很快 买班就与我接上了头 他与我约定好 明日一早 随他乘坐火车飙箱 离开槟城 前往海港 买班还邀请我 中午与他一同赴宴 将我引荐给一些 城里的达光贵人 这样 我在路上的障碍会小一些 我欣然服约 却没想到会遇上 我在庆城大学时的学长 他现在是一名 微生物学的教授 宴会期间 我与他和买班 警戒以及来助兴的明军同席 这样 近距离的接触之下 教授似乎也认出了我 我被认出来了 他问我师父在庆城大学 学习微生物专业 我失口否认 解释自己学习的是比较文学 这什么叫比较文学 我这蒙不过去 我明白了 教授半信半疑 买班 暗示我赶快离席 我佯装醉酒才得以脱身 赶快回到楼上 让我没想到的是 回到房间不久 教授竟死于非命 警戒报了警 随着探长带人 封锁了整个龙门饭店 我再次陷入僵局 明早前 我必须和买班一起离开冰城 而且我绝对不能暴露身份 不然很可能会大洋国占领军带走 人身安全是一方面的顾虑 但疫苗的制作 耽误不得 这个酒店里运入混杂 除了买办 我不知道我还能相信谁 但我必须隐藏一生的身份 并在天亮之前 想办法离开龙门饭店 这就是我今天最重要的任务 我这个身份还是比较重要的 我觉得在世界上的历次重要的战争当中 科学家都是左右这些占据的关键人物 比如说二战时期的曼哈顿计划 像爱因斯坦 包括波尔 这些人都是从欧洲丹麦 德国顺利的经过各方渠道 到达美国 帮助美国人最后完成了曼哈顿计划 研制成了原子弹 最后才打赢了第二次世界大战 所以我这个人物有点类似于那些影响人类的那些科学家 研制疫苗也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我不论是为了民族和人民的健康 也是为了人类的道义才完成的这个工作 戴高乐吗 寒雨 那个擦鞋子那个王九龙去哪 咋你啊 好 大作家 没事在家里坐着 还真的啊 你是爆童 别忘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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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прик 好 现在不对,我是喝完酒醉了进来的,我得有酒醉的状态 这状态就不饿了,状态就不像一个醉鬼回到屋里 得让他坚信我喝多了,我应该制造点偶毒物在码头里 但这不行啊,这现抠嗓子眼来不及啊这个 还有恶气,这都多不了啊 喝多了就应该在床上 这个酒啊,肯定是假酒 不是假酒,我不能喝成这样 您好先生,酒店服务员 谁啊 您好先生,酒店服务员 哦 等会儿啊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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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会儿 嗯 嗯 嗯 很好先生,酒店服务员 您刚才看您好像喝多了,您没什么事吧 嗯,有点头疼 您要是给我再拿一点水 行,好嘞 马上给您送到 您注意休息,有事您打电话前台喊我 得嘞,您早休息 哎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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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哎哟 啊 哎哟 啊 哎哟 哎哟 啊 老人对没点花 我工的大根儿 让你梦到我天涯边地人花形 流浪的人们 你们就吃着吃着突然 吃着吃着 整间就进来了 你把你们刚才这个 这里边的事你再给我还原一点 然后你们 然后你不来了吗 就没了 顺序是怎么带进来的 我是最后一个带进来的 第一个是谁是第一个带回来的 何九华第一个进来的 第二个就是我了 就带回两人了 还有吗 是不是 那屋里 原来那屋里有我 就是出事以后 就是我跟九华被带回来了 对 还有门童 门童过来通知的 门童过来通知 我们现在可以 我可以单独去找警官说话了吗 还不行是吧 九零是在和警长 好嘞 要等他回来 好嘞 好嘞 这个我想对单 镜头说的是 还是刚才我那话 要确定死亡原因得告诉我们 然后第一现场是谁发现的 如果警探单独发现的 这警探应该避嫌 我们可以申请到回避的 那你进那个房间进了几次 我这进去就没出去 人家特意 打眼帮我出屋了 你一进去就案发了 你进去还是没案发 对啊 人说就等着吧 你待了一会就案发了 对 人说等着吧 这事很奇怪 我现在怀疑他们其实已经知道是谁了 我也不明白他们 为什么要反反复复的 再问大家 这个是谁 这个是谁 这不是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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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被提整过了 那不是谁 现在都谁被提整过了 我被提整过了 你也被提整过了 我是自己主动交代的 我是自己主动交代的 起厅的 切听的 对 我刚刚刚做的 好 周梅然啊 周梅然啊 嗨 有啊 有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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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海航行靠躲收 大海航行靠躲收 万物生长靠太阳 军民一水河渺浊 帽子冬的思想是帽子冬的思想 花儿迎四方 花儿迎太阳 各族人民看 帽子冬的思想是革命的红太阳 花儿迎四方 花儿迎太阳 各族人民感觉我是共产党 谁审讯我 警监是吧 警长 我觉得应该是警长 阿 好 不要 我 帽子都你心想是哥们的红太阳 华人你培养 哥总让你感觉我是空山一帮 你喝点 为啥把你关这儿 对呀 我不应该非人把我关在这儿 因为你话太多 从未见过如此话多的药犯 上镜子敢死 来说你自己说为啥把你关这儿 他们觉得我话太多 然后就觉得我是一个药犯 但我觉得话多不是什么问题 他们把我关在小黑屋里是觉得 有一个犯罪同伙 然后是四个人 然后我是那四个人当中的一个 他们已经锁定了那三个人 然后现在想让我主动交代 然后就是这样 但这个有问题 如果锁定那三个人 为什么要让我主动交代呢 那明显锁定三个人 这个人是个瞎话 如果真要锁定三个人的话 还是这个人命费 好 啊 不是 中文字幕 李宗盛 好 好 嘴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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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会让水尖呢 我就完成我的任务就行了 你的任务就是放走鸽子 放走你 不是 其实就是放走鸽子 对 可是我也不知道什么时机放比较合适 我不能 我那是不能说是 我那等于是故事开篇了 可是我这什么故事开篇 我不能当一坐那 我就好 一看着那个我就放鸽子去了 那人录不录我的 我就我是任务线较长 他任务多 你这比较花花 他任务多 你是俩任务 放走鸽子家放走我 那上写着 我自己写放走杨和杨那意思 我放走鸽子了 你就死不了了 为什么呢 是放走鸽子那个信号 就肯定是保你了 那我放走那个 你还死 我放这有什么意义呢 为什么放走鸽子我就死不了呢 我不理解 就是那个信号 估计是让谁拿住了 比如说 这里边 坏人里边就有人 就有人保着你了 咋了 就我那哥那信号给谁放 是给小岳放的吗 对啊 是吧 你看那小岳就是坏人里边 他就怎么糊弄你 他不让你死 他就得保我 让我活着 他必须得牺牲他才能保你 对 小岳保分心 他怎么 他说什么保着我 你怎么在说那场被惊议 我没听明白 乱七八糟 小岳也死了吧 你看他就等于牺牲小岳 又保他 那意思是 小岳怎么保着我呀 他就 一乐 您不在场吗 哥 没懂 我们俩不做一扣吗 他把那个 安眠药搁我这了 然后他说是我 然后我说是他 然后结果 这不有这么一个过程吗 然后这边 这不就发现他那事了 全是他计划的 全是谁计划的 全是他计划的 他把那 就是 月计划的 他把所有的药都分开了 为什么 怎么保你 不可能明面说保你 这什么行动 他哪个行为如果没做 我就死了 你给我讲讲 如果药没落到这人手里 你就死了 为什么呢 因为 因为这个药 他要的是这个药 月呢 他想把药带出去 或者你出去 或者我出去 为什么我出去 因为我打了一针那个药 我要出去提起我血液 也能把这个配方弄出来 就是那疫苗是吧 对 那疫苗啊 你要出去你能研制 那个药 他越要出去呢 他那就直接带走了 但是呢 他得 这个人得逮住之后 逮着一个人 把这药找回来 其实跟那杀那人没关系 就是这疫苗 不是逮凶手 其实就破案子 就如果没破案子 比如说你是我这个角色 你说你怎么玩呢 就好 不好玩 不是吧 我也就坐到这了 是吧 你坐得很好 不是 我都不知道干嘛 可不 我怎么分一句 我不能摇手问 你是干嘛的呀 别人得告诉我呀 人家 所以我这人 我就是 其实我不能做什么 我就问我 我说不是我干的 就完了 你做的太多了 对可不就是这样吗 你看他主要里面 他带回那几个信息 搜身 人都告诉他 你话太多 他没有什么行动线 然后他这儿分析 那儿分析破案去了 他就 对呀 因为我觉得 不可能 为什么这么安排我的 我分析 肯定是有人 看出教授识破我 主动为我牺牲的 那我得救出来 是谁主动为我牺牲的 有我战友啊 我得保护他呀 然后结果分析全错 就是实际上 剧本给我安排 你打 其实我打入场 就到最后等我 你成功了 就我一句话不说 我也是个成功人 其实就是这意思 对吧 我曾经恒不那么受命 没有一丝丝改变 上师傅 我个面前荡气层层的薄 是这样改始的英豪 无瑕唱 惊动过模样 灿灿悲悲 灿灿悲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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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悲渡 对,说是 万有恩仇 怀抱着 往生长靠太阳 居民于水河妙珠王 冬的思想是冬的思想 想想想 鱼儿离不开睡呀 华儿离不开羊 哥哥作者 你感觉我是共产党 你能够设计旧人不